杨将内心强大的三重境界 允许 接纳 超越一起来听听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位师父指着面前一块长满杂草的地 问小和尚 怎样让他不长草 小和尚想了想 回答说 每天拔草 师父微笑着摇摇头 拿出一把种子 洒向田地 然后慢悠悠的说 草拔了还会再长 拔也拔不完 只有在这块田里种满鲜花 才能改变这片荒草地 生活这片道场中 杂草也无处不在 也许是旁人的公结和重伤 也许是命运的刁难和无常 他人的事 老天的事 去辩驳 去对抗 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 徒劳无功 这世间最强大的力量 不是对抗 也不是征服 而是允许 接纳后的理解与超越 当你以一颗从容心 看世间不平视 生命的土壤 自会开出灿烂的花海 正如杨将先生所言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一 允许是一种姿态 杨将所处的那个年代 知识分子经常要进行思想改造 必须经历思想动员 酝酿讨论 声讨控诉三个阶段 一次酝酿会上 一个女学生大声控诉 杨继康杨将先生上课不讲工人 专谈恋爱 他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见了情人 应当脸发白 腿发软 杨将感觉到疑惑 因为他并不认识那名女生 也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造谣 但他没有恼怒 也没有激烈的为自己辩驳 平复好心情之后 他装作此事没发生 第二天梳洗完毕 他挑了件光鲜亮丽的衣服 神采奕奕的去上班 还专门挑人多嘴杂的菜式去逛 后来谣言不攻自破 学生们被他的从容气魄所折服 选修他课的人更多了 多年后 杨将回忆此事说道 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 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 人生在世 渔安区总是难免的 虽是一番屈辱 却是好一番锤炼 曾广贤文里讲 谁人背后无人 说谁人背后不说人 人生在世 总会遭遇各种误会和不解 面对无端的诽谤 你回应的越多 对方越是来劲 懂你的人不用解释 不懂的人更不必解释 是非意不便为解脱 允许激棒 是放过别人的修行 也是成全自己的智慧 2005年 杨将翻译的唐吉赫德 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一位议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公然对杨将发起挑衅 指责杨将的译本中辞句不准确 删减了重要情节 比他的译本少了十一万字 更直言 我现在是拿他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 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此论一出 舆论哗然 杨将的朋友们非常气愤 想要为他打抱不平 杨将却淡淡的劝他们平息怒火 随后又在文会读书周报上发表声明 感谢董先生的指点 世间许多争端 往往处于误会 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 勇于指出错误 恰恰是一届的正风 面对有些专家充满火药味的言辞 杨将始终不急不躁 从容平和 后来 大家才知道杨将使用了 典范翻译法 语衣更贴合原著 行为也更简洁精辟 允许争议 允许刁难 不是认怂 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强大 讥讽也好 误解也罢 不如都随他去 无论何种境地 你只管做好自己 因为时间会给出答案 二 杰纳是一种成熟 杨将出身树香之家 父亲杨殷行 京师高等检察厅长 母亲是有名的知识女性 可好景不长 后来父亲因得罪权贵被停职 往日荣光一去不凡 但父亲却没有因境遇 其落而愤愤不平 一余不安 没有工作的日子 他在书房读书写字 已然自乐 不复往日的餐食 粗茶淡饭 他也吃得津津有味 受到父亲的影响 杨将也多了几分淡然的气度 1919年 杨父亲辞官回乡 准备重新开启事业 刚到家就染上了严重的风寒 烧得直说胡话 连医生都觉无力回天 拒绝开药房救人 前来探望的亲属们 无不感慨 天道无常 命运无情 唯有杨将忍住悲伤 在心里暗自盘算着 若父亲真的一病不起 他就立即退学去工厂做工 担其养活一家人的重担 好在父亲政治壮年 从病魔手中拉回了自己 后来战争爆发 杨将一家外出逃难 东躲西藏仍无落脚之处后 只好貌似又回到了老家 可回到家后 映入眼帘的是被洗劫一空的房子 和纠战雀巢的留守奶妈 以前气派的宅邸 变得破败不堪 家中古色古香的家具 典雅精致的工艺品没了踪迹 短短书月如天堂坠入地狱 桑海桑田的变化 让人唏嘘 杨将看到此情此景 只是淡然的感慨到 盛衰的交替 财物的聚散 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 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祸福无门志 风云不测来 这世上没有不变的定数 一切都在变化中 上一刻顺风顺水 下一刻就可能狼狈不堪 上一次还笑脸相迎的朋友 下一次可能就翻脸不认人 因为耿耿于怀 难以释然 虎的是自己 伤的也是自己 对于那装装剑剑的世间无常事 看透是修行 接纳是智慧 这种接纳并不是沉溺于命运弄人 任由命运摆弄 而是懂得转换心态 就像艾尔西迈克密克说的 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时 我们能省下精力 创造出一个更加丰富的生活 三 超越 是一种格局 1980年后 杨将一家的生活逐渐安稳 在工作和创作上都有了成绩 然而 他们的身体状况却走了下坡路 杨将又冠心病 钱中书换气喘 肾病 钱院 肺癌转脊椎 发现时已是末期 钱中书住院后 杨将每天为他送饭送汤 后来钱院也租进医院 三人分居三处 杨将勉力支撑 缠绵病他两年后 钱院和钱中书接连病逝 至亲的离世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但他明白悲痛是不能对抗的 他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 在一遍遍阅读中 苏格拉底从容就以前对生死话题的侃侃而谈的画面 治愈了他 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 对真 善 梅 空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 给我一股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他着手整理钱中书留下的手稿和笔记 中书逃走了 我也想逃走 但是我压根而不能逃走 得留在人世间 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忙碌充实的生活中 他从容地打扫着人间战场 生命最后的二十年 世间致重的佛家凄苦 人间的笑 痛 孤 静 他一人战权了 但他不自爱 也不自怜 很多人担心洋将承受不住 赶过去探望他 但当他们为杨将的悲惨遭遇哀痛时 杨将却没有跟着哭泣 还反过来安慰他们 我都挺过来了 你还这样爱上 往深处想 痛苦的弹子我来挑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亦能从容地接受自己的离去 他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道 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 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对他来说 生不足喜 死亦不足备 面对苦难 有三层境界 第一层是畏惧 第二层不惧 第三层是超脱 我想杨将先生已然到达了第三层 他已经超脱了苦难 甚至超脱了生死 在杨将百岁之年的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他 身上的无怨无悔 香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将回答 来自于信仰 对文化的信仰 对真善美的信仰 人有信仰 便不会崩塌 石铁生在我与地坛中 曾写过一堵墙 每次他摇着轮椅想去什么地方 那堵墙都会截断他的去路 有时候气得他迎墙就撞 结果墙窥然不动 自己却头破血流 你看天命无常 人力有限 盲目对抗 只会徒增烦恼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墙后面那条路 只是听听命运的安排 命运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们就去体验去经历 你会发现条条路上都有美丽的风景 喜欢请订阅关注 与朋友们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